價漲不停 現在想審荷包有夠困難 不過超商腦筋動得很快 是推出了抗通膨專區 比方說像是這個預飯團 原價是23元 不過現在搭配飲料只要35塊 小資族 想審前 就歸來7-11瞄準零食 飲料等六大類推優惠專區 像是書跑四入只要79元 堅果第二件五折等 最低有66折 蛋啊 衛生紙啊 這些名稱用品啊 因為通膨 那就賞價的幅度都很高 抗通膨全家也沒缺席 凡食烤飯團 煮食 麵食等 指定支付打79折 預估整體業績提升一成 雷爾富也推專櫃區 指定瓶裝水等最低5折起 OK操商則是推團購 咖啡 麵包 糖餅等也是5折 之前應該都是七八十塊 就可以解決一餐吧 但是最近就是 真的沒有100塊就吃不了 主計總處也公布 最新國民所得統計 111年第一季實施GDP 修正為3.72% 第二季初步統計 經濟成長率是3.05% 也預測111年 全年經濟成長保三 連創四年GDP超過3% 但外食費和房租大漲 預估今年CPI年增率2.92% 股價嘛 那小朋友去安親班 去年的話一個月安親班的費用 大概是落在一萬四千塊左右 那今年直接一個月的安親班的費用 就漲到兩萬塊 以這一名小姐家庭來說 一家四口去年平均一個月消費約六萬塊 但今年以來每個月開銷都增加一萬 整體花費增加以外 根據六月受僱員工薪資統計 但受通膨影響變成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元 年減百分之0.11% 今年三月以來持續負成長 險見薪資趕不上通膨速度 各種物價漲就是你我的薪資不漲 TVS新聞網上趙慧嫻 台報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